2022年小马克思当选菲律宾总统 这个名字不由得让人眉头一皱 马克思家族的人怎么又回到菲律宾了呢 怕不是又要对菲律宾展开反动统治了吧 正如大家所料 这位菲律宾总统一上台 就立刻向中国南沙群岛的人爱交 非法运送建筑物资 真刀真枪的准备和中国干上了 小马克思绰号菲律宾之狼 他说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 拿着英国护照 连菲律宾本地语言都说不准 简直是一笑大方 那么这位菲律宾前暴君的儿子 为何能当上总统呢 难道大家已经忘记了 他父亲的残暴统治了吗 提到小马克思 就不得不说说他的父亲老马克思 老马克思是菲律宾的前总统 以残暴和贪婪而著称 曾经的菲律宾被认为是南海上的明珠 向外界展示的窗口 然而在老马克思上台之后 一切都变了样 老马克思之所以能上台 凭借的是军功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用自己的家财组建游击队 与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仗 因此获得了菲律宾民众们的一致爱戴 让他成为了菲律宾总统 可当上总统之后 老马克思却把秦连爱民统统丢到了脑后 开始了残暴统治 他在菲律宾到处构建秘密警察 对菲律宾人进行监视监听 但这一切都比不过他的贪婪 老马克思曾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他的钱财都来自于贪婪 他的夫人伊美尔达 也就是小马克思的母亲 被称作菲律宾蝴蝶 曾是选美比赛的冠军 但伊美尔达也非常贪婪 在两人被推翻之后 反对派仅仅从他们的房子里 就搜出了上万件豪华奢侈品服装 从此就能看出 这对总统夫妇到底有多么贪彩 当时的马克思 有一个绰号叫做10%先生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绰号 是因为凡要进入菲律宾投资 或者是菲律宾本土的企业 想要发展 就必须要把10%的股权 让给马克思 否则就不要想在菲律宾经营 久而久之 他对这些企业敲骨吸髓 从他们的手里掠夺了大量钱财 据说马克思还把本国人民卖到国外 去当庸人 甚至是奴隶 用来给自己敛财 这就是传说中非庸的起源 由此可见 老马克思到底是怎样一个处手 但把人民压榨到极点 人民也不会毫无反应 很快人民就站了起来 推翻了老马克思的统治 老马克思失魂丧胆 最终只能逃到了美国 在美国人的庇护之下继续生活 而他的儿子小马克思 在那个时候也就去了美国 菲律宾之狼小马克思 是如何当上总统的呢 实际上小马克思在出生时 就已经是一个精神美国人了 1957年小马克思出生时 老马克思已经是参议员 1970年小马克思13岁那一年 就被送到了英国 从此再也没有接受过 菲律宾的教育 小马克思在英国 先读了西萨克塞斯郡的 本都学校 接受了中学教育 随后又进入了 牛津大学的圣埃德蒙学堂 研读哲学专业 但很明显 小马克思的学历很有问题 他虽然上了牛津大学 但却迟迟不了业 连学位证都没有拿到 因此有很多菲律宾人说 小马克思的牛津大学学位 很有可能是他爹帮他买的 在离开英国之后 小马克思被送到了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沃顿商学院学习MBA专业 成为了特朗普的校友 但事实证明 再有超能力 学习成绩太差 也不太可能从高等学府毕业 在美国 小马克思始终拿不到学位证 于是在1980年 只能仓促地退学 返回了菲律宾 一回到菲律宾 小马克思就被父亲为以重任 把他任命为副省长 当了一年副省长之后 小马克思在父亲的背景之下 同样横征暴敛 然而在24岁那一年 他直接摇身一遍 转正成了省长 24岁的省长主要任务 是负责管理他老爹的 15张银行卡 里面都是他老爹 辛辛苦苦夺来的美钞 从小老马克思就教导 小马克思 美国就是照着菲律宾的大人物 只要讨好好了美国人 那么就绝对能让咱们家族长治久安 1982年 老马克思访问美国时 直接带着儿子去了五角大楼 很明显是去给美军上供了 所有人都认为 老马克思已经为儿子铺好了后路 就等着以后自己死了 让儿子接班 可没想到菲律宾变天了 1986年 菲律宾爆发革命 小马克思帮助其父亲铁血 镇压其民众 甚至直接指挥战斗机 轰炸抗议地 小马克思的行为 引发了一片哗然 随后 整个多米诺古台开始坍塌 一家人只能远走他乡 而马克思也逃到了夏威夷 在逃走的时候 小马克思的瑞士银行账户上 还有两亿美元存款 但在此之后 菲律宾政府却没有任何变化 哪怕上来过几个人铁血总统 但在马克思的敲骨吸髓之下 整个菲律宾早已经击中难返 贫民窟只能靠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吃尾声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人民看不到希望 也看不到未来 大家只能奋力地活着 谁能给他们活下去的资格 他们就选谁当总统 菲律宾之狼小马克思 是如何当上总统的呢 1991年 小马克思回到菲律宾 这次他拿着两亿美元 讨好了美国父亲 随后还在母亲伊米尔达的帮助之下 在菲律宾重新开始政治运作 伊米尔达拿着马克思家族 从菲律宾贪污来的钱 在百姓之中为儿子大肆买民意 对于穷人来说 他们的需求很简单 他们只想要犯钱 有很多人说 菲律宾人是好了伤疤忘了他 但实际上在挣扎的时候 只要有一口饭吃 谁也不管当权者会是谁 再加上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 1998年 小马克思再次成为了省长 而且还成功连任两次 在2010年当选了参议员 有着美国的背书 小马克思在菲律宾 可谓是横冲直撞 坐着火箭一路冲击副总统 但无奈当时的总统是杜特尔特 杜特尔特并不买美国的账 但事实证明 只要你对美国刚 美国人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但无论如何 小马克思还获得了不俗的选票 这让美国认为 继续投资小马克思很有价值 2021年 在杜特尔特总统退休之后 小马克思宣布参选总统 美国一直在其背后提供着助力 虽然那段时间 小马克思的许多操作 堪称令人窒息 但还是一路顽强地 争夺着总统宝座 当时有不少学者 公开批评小马克思 就是个废物 甚至还表明 小马克思在竞选的时候 一直动用恶劣手段抹黑对手 他的学历造假 虚假信息都是严重的问题 但只要有美国的支持 以及亲妈不停撒钱 小马克思最终还是当上了总统 整个菲律宾 再次回到了马克思家族的手中 对于这样一位独裁者之子 重回菲律宾 纽约时报 甚至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纽约时报直接表示 这样一位曾经涉嫌过税务欺诈 伪造牛津大学学历的罪人之子 怎么能引领菲律宾呢 但无奈的是 美国想要的只是一条听话的狗 而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盟友 小马克思上台之后 立刻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 一切以美国的纲要为准 只要美国让反华 那么就坚定不移地执行 在小马克思上台之后 已经和平的南海再次掀起了波澜 相比愚蠢拉基诺 小马克思更是眼都不眼 直接当上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实际代理人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关系 再怎么减少 他都不在乎 毕竟小马克思从来就没希望 这个国家能赚钱 只要他自己赚钱就可以了 最为搞笑的是 像这样一个家伙 竟然被人称作菲律宾之狼 狼但凡有一点血性 就不会变成狗 但很明显 小马克思的脖子上 就拴着美国系上的狗链子 在小马克思上台之后 菲律宾这基本就已经看不到什么未来了 如果他在未来变成了他父亲同样的独裁者 那么对于菲律宾人民来说 苦难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不过这一切毕竟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干涉 那么再多一切 我们下期见 请稿